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是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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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是我知道在現在這個社會來說 事實上是會有這樣的民情的 因為總要有些事情去參與討論 因為香港人對於政治事件的參與程度 的確就是這樣的 在這個程度 或者你也可以這樣講述的狀況 就是大家只能如此 既是一個無力的狀況 亦是一個悲哀的狀況 因為事實上民意、民情並不直接 或者並不會有力地影響到特首選舉 不是說完全沒有影響 因為在2012年的教訓上 或者在2012年的出現的經歷來說 就是令我們知道 如果你能夠令到某一個他陰點的人 有一些令到他覺得 連共產黨都覺得是難搞的 這樣的情況 就等於當日的唐英年 這樣也是會令到他去換人 換馬 這樣 但是這件事情 就不是容易做到 需要有大量的材料 還有要有很多建制輿論的配合 或者建制人士的配合 好了 這次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 暫時還不知道 但是一般市民大眾來說 你能夠參與到這個環節很少 其實是表達一下感受 我覺得這個好一點 我覺得這個死火 這個會更大 事實上在一個無力的環境下 你只能夠這樣參與 所以你說他要打飛機 也可以說他打飛機 宣示情緒 也可以說他宣示情緒 當然 因為民主派的角度來講 就在那裏部署 希望自己扮演一個做王者的角色 其實所謂的香港民主派 其實都是很普羅百姓的 其實他的崗位 因為事實上那件事 雖然你現在是有所謂 300個選委的議席 但是300個選委的議席 是否共同意志呢 300個選委議席 是否堅實地 真的叫做是 真是民主派呢 還是只是民主派的排頭 其實根本上 抵擂就不是這樣一回事 也就是說 那個是不形成一個勢力的 不是很形成一個 具有影響力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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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匪譽來講 他不是一個 真的 成為了某種勢力的板塊 在匪譽的角度來講 那麼 好了 都只能夠做一下這些 打飛機的輿論 當然 如果我是很緊張 如果我記得 把這個 文程有沒有 在往常來說 我覺得我都會很大力 一定要畫 問題在於 制度 不是在於選誰較好 這就是一個原則 這個就是基本的原料 但是呢,譬如去到今屆的特首選舉 我都不會是很著力去抓住這個角度去說 第一就是其實要說的也都說過 依然有些人不明白,那就不是一時三刻可以令他們明白 我們當然明白,那件事的底類問題是在於制度 但是制度也不是一時三刻在現在可以改變 再加上現在社會民間的力量是相對比較薄弱的情況下 也不是在短時間之內可以去撼動他帶來大改變的環境 甚至我覺得在接下來,假設他是林鄭的任期下 不是說徹底放棄一切的社會行動 而是短時間之內是處於一個不適合出兵的狀況 這是我對整個社會運動的環境的判斷 好了,於是,譬如我昨天做節目的時候 我也有說到曾俊華參選的狀況 我們活天每一次的政治節目都會做一個這樣的投票 尋找這個黃天擊殺的對象 昨天投票結果出來了,黃天擊殺曾俊華 出來之後我也說,一出了這件事 黃絲帶就去攻擊我們 又說我們很會去罵曾俊華 難道你想林鄭做甚麼 難道你想葉劉做甚麼 但是我們沒有成為焦點 因為其實我們都不是很大力去討論 但是昨天有個環節就好笑 爛頭出走了出來 因為我們沒有這樣做的時候 社民連,其實不只是社民連 黃之鋒,學民思潮都有做這些類似的 現在不是叫學民思潮的,是叫梅蘭的那班人 全部都有做這些,但沒有很用力 這件事社民連就比較用力這樣做 社民連就出了一個帖子,就在數這個 列了四大罪狀的 列了這個曾俊華四大罪狀 他就說薯片叔叔真的很忍 社民連就跟你數數四大罪狀 其實我想說是很平常的,很正常的 雖然這件事發生在社民連身上就不太正常 因為社民連就沒甚麼立場 社民連那些帖子也很飄乎 但是他在這件事上面 他就傾向反對泛民去推行他們做王的構想 為什麼會有推動這個做王的構想呢 之前我們節目也有說過了 因為在這個元旦遊行的時候 長毛就說,與其泛民去做王 你不如做我吧,長毛自己想去選 長毛就說我想去選 然後在曾俊華出來的時候 因為曾俊華現在疑似 就成為了民主派的希望一樣 有一群黃絲帶人士 有一群民主政黨的人士 就當他是救世主 然後協助自己好像有些選委在手 希望可以在這個過程中 買對邊分一杯羹 結果昨天竟然出現了社民連被黃絲帶圍攻的盛況 我也覺得這個境況也算是一個奇境 大家都是黃絲帶不要分那麼小 是吧,這麼奇怪 果然有一群人在質問這個社民連 你們在罵曾俊華 難道是林鄭做好嗎 那你是不是想林鄭做呢 你是不是等於想這個 這個共產黨陰典的另一塊屎來做 你們的社民連才會高興 那些這樣 這個真是很奇怪的風景 有一個留言挺好笑 是嗎 我知道你們不想 全部人都覺得薯片是好癮 但現在各個都是含淚撐的 你猜市民很想投泛民嗎 那道理不是一鬼樣 是啊 這個是 現在講到含淚 真是好笑 其實他們沒有分投票 是啊 沒有分投票 很好笑 他們以為現在還在說 他們以為現在還在說 公民提名 不是啊 他們以為現在還在說 投票 投不投票給民主黨的問題 民主黨你就有得去選擇 含淚投不投票 果然有些事情是習慣了手勢 現在根本就沒有票投票 沒有票投呢 你還要去考慮 這個這樣的含淚投不投票 咦喂 有一個很嚴重的情況 有人在窗戶說課金死了 這個很嚴重 快點找專人處理這個情況 直播死了都不夠 課金拿死了 忘記了 我們的生命資源 難怪這麼久沒有這個即時課金 課金可能死了 快點找專人去檢查這件事 或者你們課一下下去看看有沒有 大家在投訴這個TVB的時候 大家要大規模試試 大家大規模試試 課金證實我們的課金領 究竟有事還是沒有事 嘩 雙傑你連課金領 你都找不到的 你真是大志 開了850大V 這個真是離譜 好了 那不是開到 沒有事 最重要是開到沒有事 我覺得很棒的 有一個 有一個就說 不要這一刻打仗都打完薯片 如果薯片贏了 DQ這件事都容易搞 很好笑 經常都用831、23條來綁住人 抗爭策略只是all or nothing 走兩極 689競選承諾夠勢響了 然後又怎樣 好棒 這個沙盤推議 是啊 還有這個沙盤推議是沒有邏輯關係 是很棒 沒有邏輯關係 很棒 曾俊華 曾俊華做了特首 如果曾俊華做了特首 DQ這件事都容易搞 很棒 那些人 很棒 在這些人心裏 他們一早就已經放棄了 去猜想或者去推想 這個法庭是有可能是獨立的 不是 他們已經覺得司法是絕對完全沒有可能 沒有可能 特首說怎樣就怎樣 對 完全是特首說怎樣就是怎樣 這個正 這個真的 長滿他聽聽 現在是獨鵝和薯片 我們還可以怎樣選擇 麻煩你先顧全大局 好棒 好棒 那些顧全大局 含淚投票 那些東西 全部都放進去 社民連的項目 好棒 有些人說很後悔 就說去年不停叫人投長毛 現在我後悔了 真的很過癮 這件事 這個是 首先就是含淚 含淚投票這個說法真的很棒 其實你會發現 討論政治的人 其實是根本就不了解政治的玩法 完全不知道狀況是什麼 就是 你要含才行 你現在連含都不能含 你現在 你不要以為你現在是 含空氣 你想含得瘋 就一定有瘋給你含 現在瘋都不能給你含 沒有瘋給你含 那些 選的情況下 你都拿回以為你自己 有得選的人出來說 好了 因為 有時候 真的是旁觀者清 真是 因為 因為我沒有很著力去推動 譬如有一次 很久之前去講特首選舉的時候 我記得我都跟你說過 在我工作組裡跟你說過 我們現在不說這些 最重要是制度的改變 最重要是 我們根本不能選 所有討論都是多餘 我知是多餘 我知是多餘 但是 事實上局面是沒有變的 局面沒有變 我們做政治節目的 我們都會考慮我們的娛樂性問題 即是 局面沒有變 我們講來講去 就是局面沒有變的 那些評述 那我們不用做了 我們歪打聽回2012年的節目就可以了 那這個 我就覺得 今次的特首選舉 我選取了一個觀察 就是 第一 就是 既然在整個社運力量 或者民間力量 是乏力的情況下 我是不覺得 我是不覺得 我們現在 現在是有能耐可以推動到民間社會 去發起到 或者是推動到一些大規模的抗爭 或者是一些街頭的行動 能夠令到政府構成很大的壓力 原因呢 就是大家買回雨傘失敗錄 雨傘失敗錄 放在哪裡 雨傘失敗錄 雨傘失敗錄 現在在各大的書局都可以買得到 這個詳細的原因 大家就買回雨傘失敗錄 雨傘失敗錄 是對整個 今天的狀況 是帶來很大的影響 但是 就不是一個絕望的情況 這個不是一個絕望的情況 我們要有一個 韜光養晦的心理準備 就是學曾俊華的競選江嶺所說 其實他是一個休養生息的時候 但是呢 也就是執行這個曾俊華的口水尾 優養生息就不代表什麼都不做 優養生息不代表什麼都不做 而是呢 你在一個優養生息的過程裡面 儘量去吸取你所需要的 你所需要的資源 你所需要的本錢 講的不是只是錢 講的不是錢 講的就是 你在這個特首選舉的過程裡面 你要儘量把握著他們建制派之間的 就是鬥爭的一些拿捷 去爭取到你參與空間 因為有人課了一千元測試 嘩這個測試貴 測試死靈 嘩這個測試貴 嘩真的 有科學精神 他就以為過不了數 這個是科學家來的 因為你一百元試得不準 一千元試準很多 嘩厲害 感謝這位 嘩我們要做節目做好一點 要先講講 就是 這個時間 這個環境下 你不要在那裡妄動 不要在那裡硬拼 因為第一就是 你動搖不到他的狀況 還有你要考慮的就是 你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能夠累積到些什麼 你能夠爭取到些什麼 這個並不是一個消極的退讓 而是你為往後的鬥爭 你去準備更大的本錢 不只是講錢 不只是講錢 是講 當然錢很重要 見到一千元貨 那我們整個人都醒一醒 那條妖座直了 直了很多 大哥 有些東西放在那裡 浪就浪就腰骨 那接著呢 譬如舉例 舉例就是 在2012年的特首選舉裡面 唐英年陣營和梁振英陣營 鬥爭得很極烈 但是呢 某程度上 整個香港都錯過了一個機會 就是在他們的鬥爭裡面 抓住他們的弱點 抓住他們的破綻 還有也是 在就著他們的鬥爭裡面 去發掘到一些東西 去有些東西拿拿在手 令到往後對政府 無論是誰上台的時候 是有沒有構成到有力的威脅呢 那在那個過程裡面是沒有的 這次呢 是更加困難 因為呢 我個人認為呢 林鄭的機會率呢 現在呢 就是最大的 而林鄭呢 是比較滴水不漏的 沒有什麼黑材料 不是 不是沒有什麼黑材料 而是她是行事比較謹慎 比較滴水不漏 還有她 她了解遊戲規則是怎樣的 例如在社交媒體狀況上 我也跟大家說了 她不會去跟你玩這些遊戲 因為她的策略就很簡單 做少一點就錯少一點 她就真的優養生息了 優養生息就不用說出來 還有呢 就是沒有公關就不會有災難 沒有公關就沒有公關災難 她不跟你玩這些遊戲 她不跟你玩這些競逐民意的遊戲 因為那件事 本質不是競逐民意的遊戲 而讓她真的這樣穩穩 順順順 去過渡島去接獎政府之後 她的施政都會保持著這個方針去做 如果保持著這個方針去做 對於反對派來說是艱難的 所以在反對陣營 尤其是本身沒有什麼策略 沒有什麼方向的反對陣營 現在是處於一個方寸大亂的狀況 領頭那些或者是有政黨身份那些 都是這樣 所以我是相當之慈悲為懷的角度去看 就是說 由何苦一定要咬住黃絲帶 那些平民百姓 何苦一定要去瀏覽那些黃絲草民 他們根本就是一班老百姓 我夠膽地說 你的頭上還是掛著黃絲帶 你根本就是文字未開的農民 即是有時候我們對著一些文字未開的農民 即是不是說不敢吵咬他們 宣傳人口之心 吵咬之中主要是輕滅 但始終他們都是我們拯救的對象 但有時就十分輕重緩急 就是拯救了一些容易救的 例如一個海難 假設是一個海難的情況 緊急的情況就是把水泡丟進去 你不要把水泡丟進去 還要解釋水泡是怎樣用的 這個很難救的 你現在鑽頭下去 看到有一個洞 玄菇洞 總之你先用手碰住它 碰住它 不要用指甲刺勾它 你明白嗎 這些是很麻煩的 主要是他丟開水泡 他丟開水泡 他丟開水泡 然後咬水泡 那我就少了水泡 所以事分輕重緩急 尤其是我們做節目 有時很難每一集都有 水泡又有個洞 裡面有空氣 很難由頭到尾 而空氣的密度比水低 空氣的密度比水泡 你一說這個就困擾了 大哥 他已經是一個 他已經是御力的農民 很難搞的 所以始終要拯救了 起碼知道水泡是怎樣的人 至於其他那些 現在在海難的情況 就是像剛才那些黃絲帶 留言說的 好不可以為大局著想 我們也會為大局著想 首先我們要看看水泡 足足以夠多少人 還有譬如那些黃絲帶 一看到曾俊華出來選 濕了打了飛機 我覺得這些事情 因為討論了幾年 第一我就累了 第二件事 我現在開始有一個比較 比較悲天敏人的情感 吊了廢似 蠢人又命硬的 他又真的可以爬 他又真的可以爬很久 都不肯死 那你就過一段時間 等到其他事情安頓好了 我們已經救了一些 叫做拯救到一些 我們自己都認為 比較是 比較 他肯讓你救的那些人 然後我們再 喝個咖啡 打鬧他上來 先吃個早餐 沒有體力 喝咖啡 先吃個早餐 然後我們閒聊一下 然後他還在爬爬爬爬爬 那也好 這個時候才去 告訴他 水泡是圓咕嚕的 中間有個洞 這樣才由頭再說氣 否則就浪費氣 所以我覺得 今次來說 我們就不太參與 黃絲帶打了飛機的討論 整班泛民打算做王 按鈎鈎鈎的討論 我就不太參與這些討論 但是 為什麼社民聯會參與這個討論呢 社民聯明明都是一班農民 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長毛真的很想選 這個突顯出來 就是 長毛原來真的很想選特首 即是他說如果選他 即是選真正華不如選他 是啊 完全就是這種姿態 完全就是這種姿態 所以長毛也是很奇怪的 長毛就是在這個政治生涯裏面 終於想到沒有什麼好想的時候 他不是更上一層樓 他哪是更上一層樓 他其實就是 其實我想說 一開始想這些事情的人 尤其是在香港的在野政黨來說 你一開始想這些事情 你的政治生涯就會結束 你看一下對上一個例子 就是馮檢基 是 馮檢基一開始想這些事情 他的政治生涯就會結束 你長毛也是這樣 因為長毛也需要水泡 你明白嗎 因為長毛其實現在 旺旺不可終日 經常很害怕被人禁止了 立法會議 其實他就不用那麼害怕 但因為他就不認識字 他又沒有看清楚 就算是拿著現在的釋法條文 以及這個宣誓及聲明條例 以及這個基本法是一條 來到說呢 其實長毛你本身被人 釘立法會議員資格 其實那個機會率是比較低的 在你那個案子上來說 就是很老實說 那四個 什麼姚松炎 長毛 劉蕉 還有劉小禮 其實是劉小禮會出事 其他三個 相對來說 我不敢說絕對沒有 因為橫橫起上來也會有 但是要搞另外三個姿態 就要橫橫一點 搞劉小禮完全不需要 搞劉小禮真的合法合情合理 德文新 黃絲帶也拍手掌 說不定 大局為重 只要曾俊華走出來說一句 大局為重 其實他都可以再選過 但是為了程序正義 蕉生俊華 裘舊其說的就是 為了程序正義 都沒辦法先禁止你 我想說黃絲帶就 就拜了 因為其實他只會有些詞彙 有些terms 是疑似是屬於民主陣營 但不要真的 疑似好了 總之有些terms 是疑似民主陣營 黃絲帶就拜了 很奇怪 但也不重要 但我也想借這個節目 跟長毛說 其實你又不用這麼急 真的想去選特首 因為沒有可能會推你去選 大哥 你要叫肥佬奈樂 你拿好多錢出來才行 大哥 他們之前有說 叫他不要出來選 就是這樣的意思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直接說 他直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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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說 你現在說出來選 你要答幾個問題 其中一個問題就是 以前公民黨出來選 你又說公民黨 是嗎 就是這樣的意思 這個變成長毛那種心急的姿態是整個民主派人人都看到的 但是你欲蓄就倒不達,長毛 你先留下課 放鬆一點,放鬆一點 退休 好,休息一會,回去繼續